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组嘉宾和分组的情况了 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 B组已经完成了配对 李文和邓紫棋 孙楠和郑云龙 陈小春和盖 王源和常史类 这样的配对情况呢 也是让很多网友没有想到 引发了热议 看过前两期节目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 节目组规则和第一季触入不大 但是因为执行的不够严谨 导致A组嘉宾配对非常不尽人意 其中好几对都没有 和自己选定的人组队 在勉为其难的和其他人组队之后呢 也是非常的嫌弃 所以对于B组的配对 小编怀疑是否还是延续了A组的这种情况 大部分嘉宾没有炫耀自己心意的同伴 不过再看到 现在曝光的分组还算是比较合适的 B组的两位女歌手组对了 两人的风格还是蛮相似的 都是唱进歌的 声音的穿透力也很强 四人歌唱风格的比较悠长 和郑云龙手练的音乐剧的唱法有共通之处 盖一直都是收唱的风格 和陈小春硬汉的形象还蛮搭的 地区风格很明显的两个人 应该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剩下的王源和常识磊 真的算是跨代的合作了 王源作为童馨出身 一直是新生代的代表 和常识磊合作 真的是给人恍惚的感觉 从A组和B组的情况来看 似乎是B组的配对更让人期待 不过目前呢 节目还有一位歌手没有公开 就是X歌手 在没有爆料的情况之下 不少的网友都认为是肖善 不知道节目组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 虽然我们的歌是很多观众期待的节目 但是开播之后 明显感觉到没有第一集好看了 主要是嘉宾的问题吧 希望能够在B组嘉宾节目播出之后 能够扭转这个局面吧 大家觉得这个分组怎么样呢 在已经播出了两期正式节目之后 我们的歌二终于迎来了B组的首次登场 而在这一期的节目播出之前 有人提前曝光了关于第二组的分组情况 本以为第一组已经是悬心打架了 没有想到看了B组之后才发现 从阵容上面来看的话 完全不输A组 只看这个阵容就已经让人非常期待了 而且还有双天后跨时代同台 谁看了能够不期待一下呢 接下来小编就大家看一下 具体的分组情况吧 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这一次的主要组合 那就是李文和邓子齐 尽管大家都猜测到了 所谓的神秘嘉宾就是邓子齐 但是与李文大道合作 是大家从来都不敢猜测的 毕竟两位就是十一唱将 本以为会各大一组形成新的搭档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也着实力的期待 因为在大众看来呢 两个人活跃在歌坛的时间不同 是两个时代的优秀女歌手 这样搭配在一起 颇有一种跨时代的穿越感 李文自然不用多说了 但凡关注一点话语谈的人 都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毕竟是天后出身嘛 不仅仅是在国内 在国际上呢 也有非常大的名气 在文化传播这方面呢 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曾经参加过《我是歌手》 也得到了无数年轻观众的认可 两个人之前唯一的交集 应该就是《我是歌手》这档节目了 然而遗憾的是 这两位并不是在同一季当中参赛的选手 所以之前应该说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而邓紫棋算是运气和实力艰巨的一个人 歌手一战成名 原创的歌曲《泡沫》 也成为当年最火热的歌曲之一 最火量超高 无论是多么有难度的歌曲 都可以轻松驾驭 被堪车是新一代的小天后 两位跨时代天后的合作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其实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的 那么除了这两位之外呢 另外的三组搭档也值得一看 因为任谁也想不到 这样的排列组合 新鲜感值得很足 首先是森南和郑一龙的大棒 一位呢是广受赞誉的 国内老牌歌手 无数金曲和奖项在身上 欢欢是围绕着一圈又一圈 一位是后起之秀 通过一档深月累的节目 突然红起来 歌唱技巧水平都饱受赞誉 除了这一对之外呢 陈小春和盖的搭配 最让人有些意料之中了 毕竟这两位都是那种 很帅很帅很酷的风格 担航的曲风呢也比较一致 一起搭档 说不定还能够研究出 新的幼稚歌曲来 作为观众只需要期待就好了 最后一组和邓紫棋组一样呢 都是由新收代的力量 搭档老牌音乐人 组合呢是为王源和常世磊 一位是享誉歌坛的作曲人 一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新收代力量 这样的搭配也让人感觉到很新鲜 而且王源呢 也很久没有跟观众见面了 也让人很好奇 他现在蜕变的是如何呢 希望下一期的节目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几组嘉宾的经验时刻 我们的歌二第二期 容左飙高音 招信折唱Rap 我们的歌二第二期A组成员 第一次合作近年舞台 由谭永林和李剑两个 新生召集人的合作改编 拉开序幕 这一场分别是由三组 新劳搭档合作两首歌曲 然后通过现场观众 对演唱歌曲进行投票 两首歌曲得票了 以及最高者将拥有到 下一场团战 优先挑选合作组合的权力 谭永林李剑 林李之间组合 首先上场的是 新左林右李 带来的改编歌曲 水中传奇 他们也给自己的组合起了个名字 叫做林李之间 很有中国好邻居的感觉 这首水中传奇改编 自于谭永林和李剑的 经典曲目 水中花和传奇 通过他们这次的合作改编 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周振涛和冯提墨的 中国风组合 周振涛和冯提墨的 这一对搭档 是拥有最萌生高差 以及最大年龄差的一组组合 曲名叫做 中国风跨越年代的合作 为大家演绎经典的曲目 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冯提墨 但是他在舞台自如的表现 详细也已经很完美地 进行了反击了 大海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这两首歌都是很经典的老歌 大海的原创 除了张雨生 还有一个粤语版本 是中正涛发型的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是梁朝伟不多作品当中的一首 这次中国风组合的全新演绎 也给了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容祖和希琳娜一高 第一组组合 容祖和希琳娜一高 这一对组合 是目前唯一的女女组合 可能有很多观众 之前对希琳娜一高并不了解 包括我在内的也是 但通过这次的舞台表演 也让我们对她有了更多的认识 知道她原来是真的很会唱 和容泽这种大盘明星 一起合作 一点也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两首歌曲 一首是容祖而自语的歌曲小小 另一首是来自于张惠妹的 母系社会 一首静一首动 两首歌都演绎得很完美的 各种技巧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特别是两位的高音 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唱得上的 张信哲和太一 这太厉害了组合 张信哲和太一的 这太厉害了组合 两个男生歌剧特色 新老两种原作互相搭配 感觉也是很恰当的 分别是合作了 演唱了对方的歌曲 太想爱你和 想暗杀似的 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 从歌名上面 就能看出来 这两个人肯定是代表了 不同的年代 一个是传统的琴科 一个是心态的音乐 从合作上来 两个人也是配合得很好 在表演自己 不是很熟悉的曲目的时候 太一越显紧张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 创作上面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表现了 张信哲也突破了 自己进行了rap表演 虽然还有带提升 但是毕竟走出了 自己的舒适圈 这让我也很期待 B组的专业收藏歌曲 Guy 周延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火花了 通过三个组合 六首歌曲的精彩演绎 最后由张信哲和太一的 哲太厉害组合 以微弱的优势 取得了本场的胜利 并应有选择团战搭档的权利 不过这个权利 好像并不太受欢迎 因为有一个神秘的X嘉宾 最近还未公布 所以不敢冒险选择X 不过都不说 这一波的节目效果 热度制造还是有点意思的 那么究竟这个神秘的X 是不是张艺兴呢 我想其实应该 也没有多大悬念的了 各位你们怎么看呢 吃高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